刘凯薇当众感谢女儿小糯米!坦言一定要女儿初吻! 搜狐娱乐讯!近日,刘凯薇在某节目中公开一封写给小糯米的信,她表示虽不舍离家,但是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照顾女儿,谈到女儿时刘凯薇都是以言宠溺,还引起了吴秀波的共鸣。 在给小糯米的信中,刘凯薇写道,最初是希望带着你了解这个世界,却发现是你陪着我重新认识了这个世界,谢谢你糯米爸爸真的很感性了, 出来工作的时候小糯米坐在行李箱里想跟爸爸一起走,希望小糯米能一直这么沾着爸爸。 刘凯薇写道,刘凯薇不止一次地向女儿致谢,感谢她帮助父母成长为更好的生命,情至深处己欲落泪。 此外,刘凯薇还回忆小糯米刚出生时自己一定要女儿的初吻,表示自己经常在家给她唱歌听。 对于女儿小糯米的成长,刘凯薇也给予了很多关注。 在去年,刘凯薇开始停工回归家庭,只为多陪伴女儿,能见证女儿的成长,甚至为了女儿她放弃了很多机会。 刘凯薇曾表示,虽然一开始也有些失落,但回头想想这些都是值得的,她并不后悔。 而如今女儿的存在也让如今的她更加有动力工作和生活,她也相信自己的努力和付出会换来更好的结果。 对此,网友纷纷留言最赞好爸爸,小糯米有你这样的爸爸也很幸福。